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,感谢收看本频道。 也就是说,之前网爆出的九人团并非空穴来风,排名前九的姐姐分别有谭薇薇、王兴玲、郑秀妍、蔡卓妍、钟心童、张天爱、余文文、薛凯奇、郭采杰。 尽管后续的人气排名还会发生变化,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成团结果是不会变的,而且四公和五公的人员变动并不明显。 如果把九个出到位分成上下三个区域的话,出到位就更加明显了。 首先,上位区一直都很稳定。 在前三轮公演舞台当中,谭薇薇、王兴玲、郑秀妍一直把往前三,每轮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。 其中,大猫口谭薇薇从一公到五公都是小组队长,凭一己之力拉满了那鹰同盟所有人的斗志。 唱条天花板郑秀妍从二公到五公都是队长,王兴玲则是从三公才开始独挑大量。 从某种层面来说,从三公开始,三位高人气姐姐就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出到位。 但根据网爆出的五公结果来看,郑秀妍出师不利,在三轮battle当中接连失利。 按照节目组惯用的套路来看,势必会被拆阻,变成自由成员,加入到其他两个小组当中。 就算不被拆阻也会失去竞争C位的资格,这也不难理解,毕竟乘风破浪三是一档内娱选秀,芒果台是不会傻到要一个外籍艺人成功出道的。 更何况在选吃的过程中,郑秀妍因语言问题不占任何优势。 由此看来,本季最终的C位已经是很明显了,只会在谭妹维跟王兴玲两人之间产生。 二公舞台时,两人强强联手,演唱了一首《山海》。 如果要凭最佳舞台的话,该曲目有望拿到全场第一。 至于C位到底是谁,网友们争论不休,有人认为顶流王兴玲的可能性更大,C位非他莫属,稳拿第一。 但要知道,谭妹维的人气虽然不敌王兴玲,但粉丝基础同样不用小觑。 其次,芒果台也算是谭妹维的半个主场,而C位最终到底花落谁将很难预测。 不过无论给谁,对观众而言都是实至名归。 二人把各自的实力都展现出来了,不存在任何槽点。 处于中间段落的姐姐则是Tunes组合,张天爱,他们都是王兴玲小组内的成员。 起初三人的排名断崖式下跌,每轮结束后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 但在三公结束后都冲进了前十名,可见王兴玲选人策略有多重要了,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 说白了,就是冲唱跳舞台才组了这支队伍。 直言自己跟其他姐姐一直排开,画面会十分好看。 尽管这句话说出来多少有些内卷,但事实证明王兴玲的方向并没有错。 个人觉得在武功个人喜爱度排名中,王兴玲小组的成员不会有太大的变动。 张天爱势必能跟着王兴玲走进决赛。 作为一名演员,唱跳并不是他的强项,但自打进入到王兴玲小组后,解锁了很多新的技能。 在星星点灯舞台表演中,除了王兴玲外,好评最多的就是张天爱。 言之出众,舞蹈功底也是丝毫不迅速于其他成员。 而Tunes组合,两人同时出道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。 他们对标的是第一季的孟佳跟王菲菲,同样都有女团成员,但最终只有一人走进了决赛。 就目前的热度来看,蔡卓妍的几率会更大一些。 在三宫排名榜单中,处于下位的姐姐则是余文文、薛凯奇、郭彩杰。 相照于Tunes组合跟张天爱,三位姐姐的人气还是很稳定的。 虽然只排在第七名和第九名,但并没有出千。 在这之前,很多网友对郭彩杰的认识一直都停留在郭敬明的烂片《小时代》中的孤立。 在娱乐圈一直都是人红,作品不红。 这次参加《乘风破浪3》颠覆了不少观众对她之前的认识。 有人甚至觉得郭彩杰跟薛凯奇就是两位宝藏姐姐,既有团魂又有实力。 每期公演都能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,让很多路人看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如果薛凯奇跟郭彩杰都能拿到出道位的话,本季浪姐的口碑势必会更上一层楼。 反观拽姐,余文文就不一样了,她是一个隐藏的王者,同时也是节目组主要热捧的对象。 很有可能在武功解释后,逆风翻盘,冲进中卫区。 谁都不可否认,余文文的业务水平确实过硬,自打成为队长以后疯狂输出高情商。 虽然三次带队最终都以失败告终,但很有可能是节目组故意埋下的伏笔。 如果不让余文文出道的话,将会成为观众心中最大的一个疑难评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武景年的段位存在很大的变数。 前三轮公演,个人喜爱度排名分别是14、5、10。 在真人秀情节中,武景年表现得十分讨戏,动不动就飙似穿方言,哪里有他,哪里就有欢乐。 所以在武功结束之后,人气还会持续上升,说不定还能断层输出,凭实力把郭采杰跟薛凯奇挤下去。 剩下的几节当中,武者朱洁静跟唐诗义应该会有一个可以成团。 可就目前的人气来看,两人成团的概率都很渺小,有实力单粉丝基础和其他姐姐形成鲜密的对比。 有粉丝认为他俩压根就没必要成团,本来就是导师级别的舞者,成团只会拉低自己的卡位。 至于赵梦,齐夕,张强,张力,王子玄,张欣意,能走到武功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不难发现,六位姐姐压根就没想要成团,尤其是张强,从没想过杀进决赛。 恨不得早日被节目组淘汰,直言因为录制节目,自己许演的计划都被耽误了。 对此,网友认为他就是浪姐中的李鲁修,不争不抢,特别有大姐风范。 截止到目前为止,别看浪姐三支只更新到了四公舞台,但本季的出道位已经是很明显了,不留任何悬念。 即便节目组不按套路出牌,变数也不会很大,不知道大家都更希望谁能成团出道呢。 对于浪姐三这档纪念类英宗来讲,赛程进行到这个程度,基本只剩下两个悬念代揭晓了,其一是C位的归属, 其二则是哪些姐姐能够成团。 本季浪姐三没有大姐大,原以为C位的竞争会特别激烈,但其实从三公开始,似乎就没有了悬念。 单单从目前的人气排名来看,谭美维,王兴玲和郑秀妍这三位人气巨头,是本季C位的有力竞争者。 但是由于郑秀妍是外籍艺人,芒果基本不可能让她拿走C位,相信她的粉丝们从一开始就有这个心理准备,郑秀妍不出意外会出局, 那么就只剩下谭美维和王兴玲争C位,而在这二则之中,谭美维的胜率似乎更大一些。 首先,谭美维是芒果系艺人,其次,谭美维的生活和工作重心都在内地,更方便配合芒果的后续资源。 再次,谭美维的气场似乎比王兴玲更担得起C位。 值得一提的是,尽管谭美维在四公的人气排名跌到了第六,但这并不影响她依然是C位的有力争夺者。 如果武功不出意外的话,谭美维的个人喜爱度还会冲进前三,再度拿第一的可能性也很大。 毕竟,武功是最后一次功宴,武功过后,本季浪姐三的成团位已经积累了九席,尽管武功和成团业可能还会增加。 但武功预告中,宁静曾说九个太多了,所以本文姑且以九个成团位进行预测。 相较于悬念并不算大的C位归属,哪九位姐姐将成团更难猜,尤其是下位区的竞争比上位区激烈。 由于本季浪姐三的成团位比前两季多,所以人气分层还是比较明显的。 笔者认为有五人会成为高位成团。 上文说过,谭美维,王兴玲和郑秀妍基本是锁定了本季浪姐三的前三名,而且最终的出道身位也可能是个名次。 此外呢,笔者认为蔡卓妍和钟兴童的成团位能紧随其后,当初节目组关身Twins加盟浪姐三时,不少粉丝都担心芒果会不会为了制造热度和话题,只让其中一人成团。 尤其是前两次公演中,蔡卓妍和钟兴童不仅是在正片中镜头不算多,而且人气排名也是忽高忽低。 但是从三公和四公的人气排名来看,部分网友担心的事情都不太会发生。 尤其是蔡卓妍和钟兴童在三公时,选择了和王兴林携手乘风破浪。 三公自由组队期间,王兴林选择蔡卓妍和钟兴童以及吴景妍张天爱的原因,是因为他们身高体型相似,一字排开会很好看。 蔡卓妍选择接受王兴林的邀请,并劝说钟兴童也加入,是因为她觉得彼此都是那个年代的歌手,也就是千禧年后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。 尽管王兴林和蔡卓妍以及钟兴童都没提到情怀两个字,但当他们三个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,王兴林组的人气就已经赢了,选取和舞台的完成度都是其次。 所以说,笔者认为蔡卓妍和钟兴童也能告位成团,大概率是第四和第五。 但至于第四,谁第五,其实并不太重要。 相较于以上五个上位区的姐姐来说,下位区的四个名额更加激烈。 因为其他姐姐都不是自带本资,或者说流量不算大。 对于她们来说,冲击上位区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,冲进下位区或者保住下位区更加重要。 那么哪些姐姐可能会第一位成团呢? 笔者认为有五人,她们分别是余文文、薛凯奇、郭彩杰、张天爱和吴景言。 余文文的浪姐三之旅真可谓是一波三折。 首期节目中,余文文因为一些不恰当的言行,被一个拽子送上了热搜。 被大量网友批评情商低,没礼貌。 公演结束,开始后,余文文又凭借实力反转口碑。 尽管一公、三公和四公带队全部告负,但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认可和同情。 但是节目临近收官,余文文又被拔出点赞张天爱和王兴林的负面新闻, 以及被拍到了抽烟,瞬间又丢失了一批路人份。 但即便如此,余文文的浪姐三之旅也是收获颇风, 人气应该能够稳定在下围区,而且算是不可动摇的一位。 薛凯奇和郭彩杰这对好姐妹,除了二公不在一个小组外, 其他四次公演全部在一个小组。 三公开始,一起进入到谭维为组,一路杀进成团业。 回顾前四次公演,其实薛凯奇和郭彩杰都有当队长的实力和智慧。 他俩对于舞台创意,节目赛制,对手实力评估都有正确的见底。 如果不是蔡卓妍和钟星彤的国民度更高, 逼着认为薛凯奇和郭彩杰有望冲进上围区, 最终第四孙位和第五孙位成团。 综上来看,谭维为王兴林,郑秀妍,蔡卓妍,钟星彤,余文文, 薛凯奇和郭彩杰基本能够锁定八个成团席位。 最后一个成团席位,逼着认为可能会诞生在张天爱和吴景年之间, 而且他俩都是王兴林小组的成员。 如果你认真追了本季浪姐三的话,应该记得, 张天爱是本季第一个亮相的姐姐, 芒果对她的重视不可为不高,唱跳不是张天爱的强项。 但是,外貌条件优越的她,经过练习之后,唱跳很吸睛, 这也是为什么在三宫的自由组队环节, 王兴林和郑秀妍争抢她的原因之一。 从人气角度来看,张天爱的排名忽高忽低, 尤其是从二宫到三宫,排名直接从第十三冲到第六, 随后四宫又跌到了第九。 尽管不稳定,但这也说明她的一个优势, 那就是从三宫到五宫,都幸运地和王兴林、 蔡卓妍、忠心同在一个小组。 同理,同在王兴林团队的吴景年也有这样的团队人气加持。 王兴林当初的团建,建队思路就是以唱跳为主, 只要王兴林队在成团业能够选到唱跳舞台, 对于所有队员的人气提升都是有帮助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参与了武功录制的现场观众爆料, 宁静在武功参夸吴景年天生为舞台而生。 如果爆料属实的话, 那么吴景年的人气排名可能会上升几位。 张天爱和吴景年这二人, 前者的外形条件更好, 在正片中的镜头也更多, 后者曾被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工作, 唱跳能力更强。 人气方面, 张天爱和吴景年都在第九身为上下徘徊, 还真不好预测谁的成团机会更大, 只能等到武功的个人喜爱度榜单出来后再做评判。 总体来说, 尽管浪姐三还有武功和成团业为薄, 但其实三公四公过后, 成团趋势就越发明朗了, 人气三巨头和Tunes大概率会高位成团, 而余文文、薛凯奇、郭采杰、 张天爱和吴景年最有机会争夺剩下的四个成团席位。